中国跳水人才辈出 尤其女子跳台项目 更是出了罕见的盛事 除了全红禅和陈雨昕争霸之外 还有多位超级高手 张佳琪、张敏杰和卢维 都是在世界大赛能拿冠军的选手 13岁的蒋灵静又在这时候横空出世 她在此前的全国跳水锦标赛成为超级黑马 力压张佳琪夺得第三 还在混合团体比赛夺冠 13岁的蒋灵静就像曾经的全红禅一样 第一次参加成年级别的全国大赛 就绽放耀眼光芒 她拿到了一个冠军和一个季军 蒋灵静展现了极好的天赋 就连央视解说员也赞不绝口 蒋灵静是全红禅恩师推出的又一位超级新星 广东战江不愧是中国跳水的摇篮 这里涌现出了太多的跳水天才 在全国锦标赛上 央视解说员显然不熟悉蒋灵静 在解说时口误说成了蒋静灵 但是看了蒋灵静跳完两轮之后 夸奖蒋灵静身体条件好 弹跳和爆发力出色 这是一位个人能力比较强的选手 蒋灵静第一跳发挥不佳 拿到58点50分 她的水花没有压住 分数出来后 镜头给到何维仪和蒋灵静 何维仪在指点自己的弟子 蒋灵静在第二跳发挥出色 拿到了81.60分的高分 第三轮207C难度续数3.3 蒋灵静又是出色发挥 而且水花很小 拿到了85.80分的高分 第四轮307C难度续数3.4 这是全场最高难度的动作 央视解说员表示 蒋灵静应该使天生返向动作更好 她发挥出色 拿到81.60分的高分 第四轮6243D难度续数3.2 延续了不错的表现 可惜细节出现了小问题 拿到70.40分 总分达到377.90分 获得了第三名 只输给了陈雨昕和全红禅 这个分数放在世界大赛中 完全能击败其他外国选手 全红禅和陈雨昕的最高难度都是3.3 陈雨昕有两个动作难度3.3 全红禅只有一个动作难度3.3 蒋静灵有一个动作3.3 另一个动作3.4 她的整套动作难度系数超过了全红禅和陈雨昕 值得一提的是 307C这个动作是她在参加全国跳水锦标赛数周前学会的 这是第一次在比赛中使用 从学会这个动作到参加比赛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三年前的全红禅也是刚学完全套动作不久就出征全国大赛 全红禅一举击败陈雨昕和张家琪夺冠 蒋灵静没有那么辉煌的成绩 但这样的表现已经很出色了 蒋灵静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她需要继续打磨各个动作 相信在下一个奥运周期 蒋灵静会变得更加强大 中国女子势密跳台的统治力也会更强 蒋灵静会变得更加强大